提供一個藝文華東的消息給大家 由如廷武道團團長酒劑廷老師和藝術總鑑酒劑廷老師 佳英廷老師、江英輝老師 都為優秀結出的這個老師共同創作的第三次普攻英尼獨創作店 飛越彩虹 怎麼在一起文化教演會聽演出 演出的時間是四月八號 晚上七點三十分 歡迎民眾擁有全都欣賞 在美國喬治所基盤的世界舞蹈大賽契下冠軍的如廷舞蹈團 30號上後由團長創名在文化教基盤 第三次普攻英尼獨創作店 飛躍彩虹記者會 團長石志廷老師標示 這個飛躍彩虹是以現代武基卡 兩合國局武功所定現的方向 利用大力武基卡和中國蔡大武的結合 以防禁為初點 他們要現實和超限 只高手成功的夢想定 我們如廷舞蹈團 第三屆的蒲公英年度展演 飛躍彩虹 那蒲公英展演主要是有一個平台 讓所有的孩子他能夠趁這個機會 展現他的練習的技巧 增加他舞台上的自信心 那這一次我們也有加上呢 舞蹈比賽的優勝的作品 那舞蹈內容都非常的精彩 那舞蹈內容呢 主要有涵蓋所謂的現代舞跟中國舞 芭蕾的整個元素都有涵蓋在裡面 團隊有石志廷表示 青青為這不是舞蹈專業的學生感到歡喜 由十二月份開始 利用一星期兩點鐘的活動時間進行拜登 影響這期的學生態度是成功的關鍵 在舞台上典現台灣人的組織和美麗 成功完成芭蕾的文化交流 二第三次普攻音彌道創作店 飛躍彩虹將會在四月八號 在芭蕾文化球演藝的天賓團 歡迎民眾悠悠正王參觀 生意節目中文芭蕾彩虹報道